NOW LET'S TALK ABOUT IPHONE 正式告別指紋解索 苹果公司新推出的三款新手機 一如早前果迷的預測 全面採用Face ID 当中全新型号10X X Max定價就成為談論的焦點 售價$12,499 創作公司手機產品的史上新高 亦比其他生產商今年推出的新手機 價格高出最少兩成八 這款新手機擁有六吋半屏幕 屬於近期上市的新機當中最大 並且與三星一樣 首次推出512GB儲存空間版本 不過後置鏡頭的帳數 就比起索尼和華為的新手機順適 不規格一樣 但屏幕比較小的10S 設計就跟去年推出的10周年版手機幾乎一樣 但就新增了512GB版本 今次秋季發佈會亦推出平民版的10R 內置記憶體比較小只有3GB 採用了比較舊的LCD屏幕 不過機殼就提供了六種顏色 入場費接近港幣6500元 三款新手機的另一個特點是支援雙SIM卡 海外版會以實體卡配合eSIM 去達成雙卡雙待 而香港和內地推出的10S Max和10R 就可以插入兩張實體的SIM卡 有外國的分析員就預計 新手機的銷程會非常理想 而在香港的討論區 網民的意見就好壞參判 有人認為產品欠缺新意不值得換機 亦都有忠實的果粉就表明 會繼續支持公司的產品 另外全新智能手錶的屏幕 尺寸加大去到40和44毫米 加入了芯電圖功能 售價由港幣3199元起 不過今次的發佈會 就沒有推出新款的耳機和平板電腦等等 值得留意的是 新產品正式推出後 上一款產品iPhone X將會終止發售 而最後兩款還有控制的智能手機 便會減價大約一成 至於會不會再掀起新機嘲諷呢 雖然香港和內地會同步 在星期五開始接受預訂新的產品 不過以港元去到計算的話 新手機在內地將會賣貴千多元 或者會吸引到內地果迷來到香港掃貨 但亦都有手機店主就認為 新產品的量點不夠 實際用家的需求有限 四大時裝周之一的紐約時裝周 已經率先在上星期正式舉行 不少品牌都會趁這個時裝界盛事 展示下季的服裝風格 業界都可以從中看到市場潮流的趨勢 但問題是他們今天做的事 他們做的事是一群人 進行一些資料 例如他們會看風格照片 風格照片 風格照片會有好指示 風格照片會有好指示 不一定是正確的形狀 但有些指示 但如果運用人工智能 時裝界潮人就未必再需要 提足每個品牌的時裝秀 這個系統會自動分析照片 例如那件衣服的款式 顏色方面也不只是紅橙黃綠青藍紙 可以提供更加準確和專業的分析 我們有客人在織物業 會必須可預測顏色 所以他們可以為了 製造型垂青藍紙 例如明年代的季節會 會很濃烈的藍紙 然後你如何才能確定 AI可以做好 前面的AI是很關鍵的 跟AI是高質素 質素 更加快 更加進行 目前人工智能普遍採取監督學習算法 在識別產品的平面照片的時候 容易將三件類似的衣物同一歸納成相同的標籤 而公司的新技術就能仔細分析到當中的細節 在分類上更加精準 人工智能為企業帶來方便 同時亦為消費者帶來一些新體驗 不可不提的就是無人商店 現在甚至發展了無人雪櫃 你會有這個未免的店鋪 變成一個櫃子 你會有這個… 在賣機器裡 你會有一個櫃子 有一個櫃子 探索QR Code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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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在當中 但不知不覺 它已經慢慢為各個行業帶來一些新的衝擊 它會改變世界上的世界 AI其實是在最初的影響 但現在我們開始看到影響到業務 我們叫它AI Plus AI Plus, especially traditional industries 我們可以改善的效果 但是很快 我相信很快 你會開始進行商店 商店 你會感覺到AI 因為它會是一個延室的店 你的車會是延室的 AI是會被人家的生活 它會被人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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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的生活